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本港劳动人口由2018年年中大约400万人高位 回落到最新大约377万人 流失了20几万人 而低失业率近乎全民就业 多个行业都说请不到人 行政长官李家超4月的时候曾经说 研究建造业和运输业输入外劳 消息说政府最快星期二公布输入外劳特别计划细节 其中建造业输入最少1万人 运输业就输入大约8000人 初步倾向吴京劳顾会审批 据了解今次特别计划包括机场前线员工 有工会说逆后服上航空膳食和登机柜位等等的工种 比较缺人 但是就算输入都要有限度 因为有些工人本身都是靠超市补水来到去赚取额外的工资来到去负担家庭的费用的 如果增加的人数是过大的话令到本地的工人的收入 整体收入如果出现了下降的话 也会迫使了本地的工人 就是说放弃不继续的时候 那变成了这个行业 是不是全部依靠了外奴来支持呢 建造业界商会就说 根据建造业议会估算 去到2027年有4万个空缺 相信输入外奴补会有帮助 有代表工会的立法会议员就希望 特别计划能够给劳顾会参与过程 以往补充用工计划都是有一个把关的机制 比如说是有一个人手比例的要求 又或者是要以一个市场工资中位数 去请这些外奴 以往是奴方的代表也都会听了工会的意见之后 去就每一个个案是决定是否审批的 是有一个特别输入外奴的计划 会不会饮食业迟些又会有这些计划呢 零售业又是不是需要这些计划呢 政府早前亦都已经公布 院舍可以透过特别计划输入大约7000个外奴 无线电视机者林俊谦不道 消息指 运输业界输入的8000名外奴 不会涵盖的士司机 有业界表示支持 据了解政府计划运输业输入价8000名外奴 包括有小巴、旅游包司机 要先持有当地私家车駕駛执照 来到香港之后也都需要参与駕駛课程 和通过相关车种的駕駛考试 不过消息说 同样严重缺人的的士司机 在今次就没有涵盖 原因是的士目的地多元复杂 外奴司机需要更多的时间去熟路 香港的士业议会就同意 这个阶段不适合输入外奴 不过他承认业界人手的楼室 令到服务质素受到影响 议会委托恒生大学 在4至5月进行的士服务质素问卷调查 访问大约1200名本地和非本地乘客 分别有5成5和5成1的受访者 认为整体服务和司机服务质素良好或者优秀 平均分是58.4和56.5分 只是仅仅合格 老年化问题也是一个大的问题 这件事会不会引伸到 影响到的士服务水平 我相信都有一个原因 跟年龄完全毫无关 只不过老年化是说 整个的士市场的司机 我们可以选择的司机比较少 他建议现在透过运销署的士司机加许计划 表扬优秀司机 相信都有在推动优质服务 无线电视记者 和有关歌曲的改编本等 当局亦都要求禁止帮助 导致促至善惑和教唆 或者明知而授权或容许推人实现这些行为 高等法院法官陈嘉迅要求律政司 来清禁制令针对的对象 律政司说是在禁制令生后之后 所有发布和传播 并且有意图传播愿荣光归香港的人 澄清并不是禁制全世界 不过当法官问到 若果有人没有意图光泛涉案行为 而在禁制令颁法之后 他们作出禁制的行为会不会被捕 律政司回答相信会 法官又说由于禁制令生后之后 对所有人有弱速力 认为任何被告有权提交文件作抗辩 法官下令律政司 需要将禁制令申请的中英文版本 透过政府网站 律政司和警方网页公开给公众越南 也都需要在湾仔警署外 贴出相关架告示 由于律政司随时修改部分的文件内容 包括禁制令将会涵盖的人士 法官准许将案件押后 至下个月21日再讯 母线电视机者彭荣熙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和访华的 红都拉斯总统卡斯特罗 举行历史会面 习近平说中方将坚定支持 红方的经济社会发展 并和红方尽快开展 自由贸易谈判 两人有一同检阅仪仗队 之后举行会谈 习近平说中国和红都拉斯 今年三月建交 卡斯特罗是第一位国事 访问中国的红都拉斯总统 开启两国关系新的历史篇章 中方建交 功在当今 利在长远 中方将坚定不移发展 中红友好关系 坚定支持红都拉斯经济社会的发展 愿同红都拉斯做相互尊重 平等互利 共同发展的好朋友 好伙伴 习近平又提到 中方将积极推动 红都拉斯的特色产品 早日进入中国市场 愿同红方尽早开启商谈 自由贸易协定 卡斯特罗就说 同中国建交 是红都拉斯政府作出的历史抉择 必将再入市场 会后两人共同建政 签署共建一带一路 经贸、农业和科技等领域 多项双边合作文件 并发表联合声明 涵盖鼓励中国企业 参与红都拉斯能源、基建和电讯项目 海关总署也都发布 同红方签署议定书 批准入口红都拉斯 南美白兑虾 内地传媒引述 红都拉斯经济发展部长 塞拉托说 红方过去出口到中国大陆的 相当一部分产品 要经台湾中转 建交令两国贸易 更快更直接 红都拉斯经济发展部 副部长雷东多就说 红都拉斯有25种产品 或者行业 与中方合作潜力大 其中海虾、新矿和咖啡 出口为列前三 希望双方一年内完成自贸协定谈判 《无线的事记者》 梁永山报导 意大利前总理贝鲁斯科尼病逝 中年86岁 国葬在星期三举行 现任总理梅洛尼赞扬 贝鲁斯科尼是斗士 俄罗斯总统普京也表示哀悼 贝鲁斯科尼的一生可以用充满全奇来形容 曾经坐拥意大利三大电视台 出版报章 又上过福布师傅豪榜 更加涉足球坛 成为伊甲球会AC米兰班主31年 曾为AC米兰创造辉煌时代 在一手将贝鲁斯科尼家族打造成跨越商界 体育界之后 贝鲁斯科尼在年近60岁的时候 突然转头政坛 他1994年创立的意大利力量党 同年胜出大选 首度出任总理 但是只有短短8个月 因为联合政府解散 被逼下台 到2001年和2008年 贝鲁斯科尼分别再当选总理 但执政期间推行反移民政策 也打开当地日益严重的右倾局面 最终因为欧洲债务危机而下台 贝鲁斯科尼的私生活 以及捲入逃税和性丑闻等 引起极大争议 曾经被多宗丑闻前身 涉及贪污腐败 滥用权力等 2013年因为税务欺诈罪成 被判监四年 现时意大利力量党系执政联盟成员 但是贝鲁斯科尼并没有在现界政府任职 他近年健康欠戒 2016年曾经接受患心反手术 2020年曾经感染新冠病毒 去年他再当选参议院 但是很少公开露面 今年4月初 因为白血病引发肺部感染 留院6星期 出院无奈 上个星期五再度入院 在米兰一间医院接受治疗 星期一病逝 国状将会在星期三在米兰旅行 现在先休息一会儿 稍后回来会有其他消息 回来新闻时间 先看看财经消息 美国股市各别发展 纳斯达克指数连升第三个交易日 杜瓊斯工业平均指数返复上落 杜瓊斯工业平均指数 报33,935点 升59点 标准配应500指数 报4,313点 升14点 市场观望美国 今个星期公布的消费物价数据 和联邦处备局货币政策会议 美股仍然缺乏方向 商业软件开发商 及骨文股价上扬 支持纳指上升 导致继续责福上落 上午早段升127点之后 升幅曾经收窄到只有1点 欧洲股市 伦敦富士100指数升8点 巴黎克指数升37点 德国DEX指数升148点 其他消息 星期六不敌炎热天气的一只橡皮鸭 完成维修重新冲气 回到维港再次并肩展出 主办单位说 会有方案应对天气不稳 阔别两日 黄鸭在维港团聚 吸引市民用各种方式 见证他们再次呈相成对 这只鸭星期六因为天气热 气压上升令鸭皮奔紧 主办方决定主动放弃 一度成为扁皮鸭 经过检查和测试 工作人员上午开始为他打气 三个几钟之后 巨鸭成功回复新气 以为只有一只看原来这么发出 又搞回那只鸭 真的很开心 如果只有一只 那只鸭子就很浪漫 那两只有一只陪他陪着 有些东西就算不小心打烂了 弄坏了 其实都可以收复回来 香港也可以变得更加好 主办单位说 未来几日天气仍然不稳 活进力手活进皮鸭 亦已制定竞变方案 有工程师估计 当日是橡皮鸭 自动排起伐门故障 气压增加的话 它没有一个排放的安全罚 会出现一个问题 就令到那只橡皮鸭 一路一路膨胀 直到它接受不了 有一些夹缝去爆破 那它就会流气 如何避免事件重演 司徒嘉诚认为 主办单位可以定时 将压缩空气注入鸭内 换走内部热空气 减低鸭皮绷紧风险 黄鸭日水能游 还可以傲长天际 黄鸭团队和昂平360合作 创作飞天象皮鸭 希望为香港带来正能量 整个纳车车队 每日大概有100架车营运 大致得三架有这些鸭仔图案 乘客如果要成功坐到 都要靠一些运气 无线电视记者曾子盈报导 屯门医院急症七星期四 搬迁到新起的手术室大楼 面积大一倍 袁方说当日会额外调动多一倍医生 确保交接顺利 屯门医院手术室大楼的 扩建工程去年年底落成 医院的急症室 也都会搬到新大楼入面 建筑面积大了近一倍 达到3800平方米 等候区的座椅 由100个新增到超过150个 也都新增了可以容纳24人的 发烧等候区 设五个分楼站 诊证室由原本的6个新增到10个 并且撤入负压诊证室 星期四启用当日 如果病人在上午8点之后抵达 职员会指示暴行大约30米 前往新的急症室 而旧急症室也都会等到最后一名病人 离场之后才停止运作 之后会翻身做创伤科部门 广华医院新急症室 启用初期 轮候时间一度超过8个小时 阮方交接当日 会安排多一倍的医生 和多七成半的护士支援 总部已经在过去一两年 提早安排人手给我们 变成我们一早已经做了一些初步的训练 我理解之前说过的情况 我们其实也有部署 除了我们当日交接那天 我们加了人手之外 其实接下来两个星期 其实我们是医生护士 我们都加了人手 而且我们密切留意着 我们当时求诊的情况 我们可以随时在博爱同天 所谓调配额外人手过来支援 急症室启用之后 公众入口也会移前 市民日后来到求诊 就不需要再共用救护车入口 报线电视机者姚彩童报道 内地去年结婚人数 创37年来的新低 有分析认为 同观念转变 以及疫情等因素有关 专家指出结婚率向下 会加剧少子化的情况 文政部最新数据显示 去年内地有683万3千对新人结婚 是至1986年有统计以来最少 结婚人数有2013年高峰 近1350万对 连续9年下降 到现在已经下降了近五成 离婚数字方面 去年有290万对夫妻离婚 较对上一年轻微减少 内地传媒分析认为 结婚率下降属于医疗之内 被视为风向指标的520 当日结婚人数也不及往年 又认为主要原因是年轻一辈思想转变 开始盛行不分 分育意愿下降 又说结婚成本上升和疫情因素都影响结婚意愿 有人口专家说结婚人数下降会直接影响出生率 会导致老龄小子化问题更为严峻 无线电视记者曹嘉宁报导 大家好,我是陈妖桥 牛池湾上星期斩人案 警方拘捕27岁越南籍的男儿胸 相信是不满遭到女事主辞退 于是行控 一个43岁女人上星期四晚 在港铁彩虹站附近一条行人隧道 被人用刀斩伤大腿和手臂 她大量出血,一度昏迷 送院抢救,手术之后情况稳定 警方调查之后发现 女事主是牛池湾街市一间菜当的经理 经过调查商业人物关系之后 锁定27岁越南籍的男人 怀疑她当日早被事主解雇 深深不分行控 这一名疑犯在案发之前一个小时 在深水埗一间集货店 购买犯案用的菜刀 然后到达牛池湾村 等待这名受害人收工 警方调查显示 这一宗案件不是一宗无差别的袭击 受害人和疑犯是相识 我们相信疑犯是因为被受害人辞退 而计划这一次的袭击 我们也相信这个男子是单独行事 警方星期日下午在深水埗 已有意图伤人罪拘捕疑空 初步调查显示没有精神病记录 对于东九龙接连发生斩人案 他就说警队在各区有一定巡逻 确保市民安全 母亲司机制一流转六报道 深水埗伦常命案 三个死亡女童的印度直母亲提堂 押后至今个月的26号再讯 报称无业的29岁女被告 由警车押送至到九龙城法院提堂 她被控三项谋杀罪 处理主任裁判官王雅因 将案件押后至今个月的26号再讯 等候索取被告的精神科医生报告 了解她是否适合答辩 期间还押小岚精神病治疗中心 被告被控上个星期一 在深水埗一个单位 用枕头焗死三个2至5岁的女儿 原定上个星期三提堂 被告因为在青山医院留医而缺席 经医生评估之后 昨天适合认询 城规会举行工厅会 就粉岭高尔夫球场用地 听取公众意见 有前政府官员认为 一旦放弃兴建工营房屋 严重影响工营 但有国际巡回赛事的负责人说 若果球场规模改变 就不会离香港比赛 政府今年9月收回粉岭高球场 32公顷土地 原定计划用当中超过9公顷 兴建1万2千个工营房屋单位 城规会会举行5次工厅会 听取公众意见和申述 在第一次工厅会上 早上发言的大部分都是反对建屋 包括香港戈尔夫球会 现在因为这9公顷的土地 就要破坏了一个有超过100年历史 亚洲最古老的球场 亦都是香港唯一可以举办 国际级高球大赛 高球城市的球场 我们觉得这样处理 其实是罔顾了我们香港的整体利益 沙特阿拉伯Liv高球赛 正是为明年的巡回赛 在全球选选场地 粉岭高球场是其中一个选址 赛事总监说 若果有大改动 国际赛事就不能够落户香港 Liv Golf could not consider any other venues in Hong Kong due to the sheer scale of the build for those events and the infrastructure required is approximately five times that of a normal event 前规划处处长林家勤 重新支持建屋 一万二千户的居民有望 在2009年陆了入伙 如果我们这个一万二千户的供应 是脱軌的话 其实是会对我们整体的公共房屋的供应 有一个重大打击 在目前整体供应仍然紧着的情况之下 根本是不可能力得替代的用地 按原定的时间表和规模 是提供到这个供应房屋 社区组织协会就到场外请愿 促请成规会通过 将高球场土地兴建供应房屋 说目前超过22万人居于不适切的居所 面对房屋困境 社会应该善用土地资源 无线电视机者林俊谦 入境处今年头五个月 已经收到近80万宗护照申请 有立法会议员预计 暑假之前会是新一波换证高峰 建议换证全面电子化 星期六早早8点半 南田东九龙办事处未开门 已经有人带牌长龙 准备办理换证和领证手续 林先生8点41分来排队 打算帮女儿拿护照 我想10点钟应该可以 我猜 但我没所谓的 我都不赶 要两个钟吗 11点钟吗 没所谓的 等下吧 但是想了一阵 他也是忍不住去问职员 可能要两个钟 我169 他现在叫到49 可能真的要两个钟 就是 不怕了 等下吧 根据入境署的资料 今年头五个月 已经收到超过 77万8千钟护照申请 超出2019年疫情前 全年72万钟的申请 由立法会议员认为 问题的根源是人手不足 建议换证电子化 8个钟心280人 平均每个钟心 是35个人手 即使你内部调拨 都没有这个空间 所以未来一定是要 透过电子化 政务电子化 现时已经有8成的护照申请 是透过网上 或者自在形式办理 但曾任保安局局长 和入境署署长的 黎栋国认为 全面电子化换证不可行 通过电子方法来申请 因此 最后那部要做回那些 核对的手组 就要在领取护照 那个时间去做 实际上他只是 是将核对身份的程序 是摆前和摆后的问题 现时已经亲身办理 换证手组的市民 可以用领取护照服务站 自助领证 大全港只有十部 摆放在三个入境处办事处 无线电视记者黎伟山报道 一个留学英国的香港学生 在宿舍遇袭受伤 英国警方拘捕一个 16岁的男学生 有声学顾问认为 今次属于个别事件 香港学生在当地留学 仍然安全 有香港留学生遇袭的 英国施立技术学校 有超过400年历史 位于英国西南部 德民军城镇帝福顿 和伦敦相距大概几个钟头车程 英国惠报报道 控徒上星期五凌晨走入宿舍 用锤袭击两个学生 和一个教师 其中一个学生重伤危态 警方拉了一个16岁男生 涉嫌故意造成严重身体伤害 在现场找到一批武器 未知行空动机 校方认为今次属于个别事件 全力支持警方调查 有本港的声学顾问就说 有读中那间学校的 香港留学生家长透露 伤者和疑空是失友 一起住一起玩 预袭时正在睡觉 事故之后 校方要求所有宿生 周末的时候 要回到监护人家里住 希望让学生冷静 他说学校有600多个学生 香港学生有十多人 不算是业门的升学选择 学费连宿费 每年要大约24万到35万港元 事发之后 不少的家长都担心子女 在英国留学是否安全 他认为不需要太紧张 我觉得今次完全是个别事件 真的寄宿下一次来的监管 关顾都非常之好 他们几百年来 都有很有经验去照顾海外 或者本地的学生的心理 的身心需要 有学生的地方 有人的地方 就可能会有opinion 他们会有情绪 会有争扰 但是不跟你玩 这样攻击你 去袭击你实在是两样东西 本港入境处就说 已经接获家属求助 透过中国驻英大使馆跟进 并且已经按照家属意愿 提供适切的意见 和可行协作 无线电视机就在中卓希报道 日本福岛第一核电厂 核污水排海设备 昨天开始试运行 当地传媒报道 若果试运行和检查等都没问题 排海准备工作 最快可能今个月内 全部就水 日本传媒报道 福岛第一核电厂 当地星期一早早 开始试运行核污水排海设备 期间以淡水代替核污水 用海水进行稀释之后 通过海底隧道排放到核电厂周边 大约一公里外的海域 检验水泵性能 和在紧急情况下 水流截断装置 能不能正常工作等等 今次试运行将会持续大约两星期 报道说 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 还会在今个月内进行检查 而国际原子能机构 关于经处理核污水安全性的报告 也都将会在今个月公布 如果试运行和检查等都没问题 核污水排海准备工作 最快可能今个月内全部就水 福岛核电厂的冷却系统 在2011年311大地震的海啸中受损 需要不断注水冷却反应楼 产生的核污水至今超过130万吨 日方早前决定 今年夏季开始将经稀释处理的核污水 排出太平洋 有关计划引起日本国内渔业团体 部分地方官员和民众的反对 中国和南韩等伦国 也都强烈反对和质疑 在北京 外交部再次批评 日方做法损害全人类共同利益 日方不应处于一己私利 而要让国际社会来承担整个海洋 受到污染破坏的这样一种代价 这是极其自私和不负责任的行为 日方这种为了本国私利 损害全人类共同利益的做法 说服不了国内外的民众 只会让日本蒙羞 让周边国家和太平洋岛国的民众受害 让日本进一步实现于国际社会 无线电视机仔梁明山报导 稍后回来会有其他消息 继续新闻时间 中大医学院研发出新一代治疗 肺癌的免疫疗法 肺癌是香港头号癌症杀手 每年有超过5000宗新症 以及约4000宗死亡个案 传统采用化疗或标靶治疗 近年也有用免疫疗法 但最常用的一种只是有三成人有效果 中大医学院的最新研究 可能为病人带来曙光 关键是血液含量最高的免疫细胞 中性粒细胞 主要作用是为身体抵抗微生物和病毒侵集 中大研究团队发现 细胞内的免疫抑制基因SMAC3 会妨碍细胞抗癌 通过编辑拿走这个基因 就能有效阻止肺癌生长 可望成为新一代免疫疗法 有关结果在小书实验内认证到 并刊登在国际科学期刊自然通讯 中性粒细胞是属于先天免疫系统 它的细胞很多都不需要用抗原配对 就是说它由A输给B的时候 它的排斥反应是很低的 所以在我们的中性粒细胞 可以从健康的人士捐的血液里提取 接着就可以用在一个病人身上 团队表示这个治疗法没有血型限制 也都打破现有免疫治疗法的局限 已经获首项发明专利 现在的T细胞疗法 它是需要抗原配对 如果找不到适合的捐赠者 它就做不到T细胞的免疫治疗 所以我们这个中性粒细胞 就打破了这个局限 研究团队预计5-8年完成临床试验 由于中性粒细胞的数目比T细胞多 加上可以在本地生产 预料成本会比现时 250万港元一针的T细胞治疗发低 未来将会研究 可不可以应用在其他癌症治疗 无线电视记者叶子华报导 政府推出10项措施加强精神健康支援 对于有意见认为 部分措施多年前已经提出 政府强调人手流失 令到措施未达标 这个月初的荷里活广场谋杀案 引起大众关注政府就精神健康支援是否足够 政府和精神健康咨询委员会开会之后 推出10项的支援措施 包括将医管局个案经理对严重精神病者比例 减至1比40 但有意见就質疑 早在2017年已经制定相关的目标 其实你都可能会以为得到 在医管局里面的人手 其实进进出出了很多 在近年也都有很多的同事 离开了医管局 令到着实这个比例曾经好过去到1比40 但之后又增长了 不过我估计这一轮事件发生了之后 其实我们希望坚持可以去到这个比例 是不超过1比40 可否进一步优化 这里再1比40 可否再低一点 我相信要看人手方面配合 有信心在第四季可以去到不超过1比40 本国现时有大概400名的精神科医生 同世卫标准的700个有一定的差距 李夏恩就认为要视乎本地的情况 部分人士未必需要医疗支援 不一定要跟国际标准 10项的建议中 也都包括检讨有条件释放机制 以及推行社区治疗令 政府认为有足够的人手跟进 因为其实有条件释放不是只有医护看的 我们都找到社区上面一些人士了解的情况 不同的专业都一起看的 有些国家真的推行了这个社区治疗令 而效果是不理想的 第一不理想是什么呢 就是病人是不是因此就少一些可以要进入医院呢 这个又不是 所以为什么呢 我们要详细讨论一下究竟这个社区治疗令 在香港的层面 或者是香港的精神病患里面 是不是有一个效用呢 他又说会在地区看见中心推行先度计划 唯有需要的市民提供精神健康评估 委员会委员港大精神医学系港座教授 陈友凯就认为一早就应该设立 现在先增加反映社会不重视精神健康 无线电视记者陈思琳报道 政府月底将放宽私人发展商 在项目内兴建和营运安务院规定 包括准许院舍面积 不计入总楼面面积 本地安务院舍缩位不够 轮后时间需要几年 政府希望私人发展商 在燃油的项目里面兴建和营运安务院 但过去20年只有7宗申请 为了吸引发展商 当局宣布由今个月尾开始 每幅地区获豁免地价 兴建多过一间安务院 院舍的总楼面面积 上限由5400平方米 放宽一倍多 去到12000平方米 院舍的面积也可以获得豁免 不计入发展项目的总楼面面积 计划将会事行三年 当局亦都计划在今年之内 放宽残疾人质院舍的同类规定 同时会减省申请的行政程序 过去我们可能在处理计划上 其实在行政方面 有些功夫可能就做得未够理想 例如在程序上 可能我们会逐步逐步来 可能先走成规程序 现在我们检视过 整体其实现在我们的方向 比如处理这些计划 我们都尽量希望争取到 我们是同步进行的 有议员担心计划的吸引力不足 你要人嫁给你 你怕用这些这么简单的价装 我搞个老人院 对他的地价有没有帮助呢 老人院出这么多 那些十字车出出入入入 对市民来说 是不是一个有吸引力呢 吸引力我想是要 都要看回市场环境是怎么行 政府现在是以多管齐下的方式 去提供更加多的宿位 每一个机会 每一个机会都会去抓紧 希望现在新的发展里面都会去提供 政府有没有一个期望 或者是一个指标 你希望达到 鼓励到多少的流亿面积 可以见到出来 我们都是以港资助的宿位 去作为一个整体安路设施 一个KPI 这个计划行得好 确实会有助于整体香港整个安劳的情况 当局说在过去五年 透过卖地条款 在18个项目 提供10万4千平方米的安劳院舍流面面积 今年也有三个卖地项目 要求发展商要提供安劳院舍缩位 无线电视机者中卓希报道 新疆是内地最大的棉花产地 但是近日高温天气持续 不利棉株成长 或者会影响最终收成 当地农业部门就通过 卫星、遥感、监测等科技 确保农民取得丰收 踏入夏季 各地气温持续上升 内地气象部门就预计 过去两天 前要新疆的极端高温 将会逐步冬移 北京、天津等11个省市 将会迎来今年范围最广 强到最强的高温天气 而新疆多地近一个星期 持续录得摄氏35度以上的高温 吐鲁番更加一度升至近47度 当地正值棉花燃雷期 即是收成前棉株生长最快的时期 农业部门就利用 北斗卫星系统数据 为农民设计灌溉方案 当地的棉花田 亦都采用了智能化滴棍系统 确保水分 养分可以准确送到棉花根部的土壤 国家统计局资料显示 新疆去年棉花产量近540万吨 占全国总产量大约九成 而据新华社报道 当地近半农民依赖种植棉花维生 无线电视记者陈雪仪报道